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各位颁奖了 好 我们下面要颁发的是亚洲偶像最受欢迎海外演员 和最受欢迎剧集的荣誉了 有请荣誉揭晓人 偶像剧人气女王陈乔恩和新锐偶像张汉 有请 欢迎两位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汉 大家晚安 我是陈乔恩 那其实呢 在我身边所有了解我的朋友 还有对我就是比较懂我的这样的女主角 他们都知道 我是一个不太擅长说话的人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环节我只说四个字 那你要说哪四个字 请看大屏幕 亚洲偶像最受欢迎海外演员 入围的有 李宁顺 李准姬 泡 亚洲偶像最受欢迎海外演员 哥迪普克利 丘子炫还有棒 恭喜 丘比特的圈套中的普巴迪 发迹红灯的维蒂卡拉贾达 以及回家的诱惑中的林品如 感谢来自泰国的棒 来自印度的哥迪普克利 以及来自韩国的秋子炫 为中国的电视观众塑造出了三个精彩的迎评形象 首先我安年卫士给我的带来 非常感谢安年卫士 然后谢谢中国给我演戏 给我机会演戏 非常谢谢 谢谢 哇 中文说得好好 你好 Namast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Anhui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collect this prestigious award Thank you Shishere Namaste 感谢安回卫士 对我的肯定 谢谢我的中国粉丝 谢谢大家 恭喜三位 谢谢